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数上来看那肯定是出事 为了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 领导小组开始对金发姐进行询问 领导李大妈说大妹子 这到底啥情况啊 是中了圈套了还是上了敌人档了 金发姐说这不都一样吗 随着金发姐的讲述 时间回到了几天前 转场之后金发姐等人坐着矿车 前往闪陵峡谷的矿区监狱 准备押送一名穷凶极乐的囚犯胡子哥 回克莱斯城接受审判 这支小队除了金发姐之外 还有逗逼的毛蛋哥 没什么存在感的小外两 少言寡语的龙套妹和队长江小姐 酱油姐说这次的犯人胡子哥 可是相当的残暴 这孙子杀人越货握不住 所以这次的行动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老司机王大白不仅经验丰富 而且倒下手啊 因此这时间不大就到了闪陵峡谷 酱油姐说咱马上就要到站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准备领和饭 毛蛋哥说酱油姐这胸壳是真大 我看着都害怕 金发姐说知不知道你的头发 为什么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整片不缺好 几个人下车一看呢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金发姐说一般周五的晚上 这里的矿工都会出来走马张台下回来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对劲啊 酱油姐说咱兵分两路 先在附近学问一圈看看再说 金发姐和毛蛋哥来到监狱一看呢 发现这里是狼藉一片 显然是发生过一场血拼呢 酱油姐带着小白脸和龙套妹 刚一走进游乐场 就看到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一些尸体被大头朝下在那挂了 酱油姐说从作案的手法上来看 应该是胡子哥那孙子干 金发姐说啥意思啊 酱油姐说胡子哥这次啊 是涉嫌在车站杀害了六名铁路工人 和一名发工资的信差被逮捕 那些人的死相啊 跟这里的一模一样 金发姐说那怎么就认定是胡子哥干呢 酱油姐说那些工资啊都在他头里 明显是谋财害命 随后一帮人来到牢房 发现了几名登记在侧的求犯 其中一个女人冷淡事引起了酱油姐的注意 冷淡事说我是特种科学军官呢 负责卓克山的采碰部 前几天我们那边发生了动乱 我一看大师不好就坐着热气球跑 我顺着风一直飘到了这儿 也该饶我倒霉 由于风暴的缘故 我不幸出了一场求货 连人带求我摔了一屁股尿流 随后几个人来到了关押胡子哥的牢房 金发姐说老弟啊 这儿到底出什么事呢 这胡子哥显然是酒精考验的惯犯 表情相当的淡定 对金发姐的问话 根本就没有一点的反应 转场之后 大伙在一储藏室里 发现了已经被火星幽灵附身的 通信官炮灰妹 由于炮灰妹的表情动作都非常的诡异 酱油姐只好先把这姐们关了进闭 当酱油姐和金发姐正在外边瞎溜达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龙套 因为被幽灵附了身的 在车里自杀交了贩票 而与此同时 胡子哥略施小记就从监狱里逃了出去 小白嘞说在两分钟前呢 我看见那孙子跑进了诊所 金发姐说咱过去来一关门打狗 绝对不能让这孙子逃走 金发姐端着枪走进诊所了 看到两名被幽灵附身的龙套 正张牙舞爪下红道 当他正四处瞎悬磨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从身后给袭击了 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胡子哥突然出现 正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二位一镜一度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彼此都救了对方营运 金发姐说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辜 那钱怎么会在你兜里呢 胡子哥说那天我刚一到车站呢 就发现那些人已经领了好饭 我正在瞎悬磨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钱 我这天呢 本来就没什么法治观念 思想觉悟也低 而且总爱不劳而活 所以就会顺走 大姐啊 我刚才可是救了你的命 你把我放了 咱俩从此相忘于江湖 金发姐说老爹啊 你有没有杀人我说了不算呢 我的任务是把你弄回接受法律的审判 可当大家伙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毛蛋哥意外的发现 队长酱油姐已经被杀害领了好饭 毛蛋哥跑过去一看 只见一帮被火星幽灵附身的矿工啊 正在开事实大会 一个个斗志昂扬 喊口号的劲头啊 比搞传销的还疯狂 毛蛋哥急忙向金发姐汇报 说土豆土豆我是牛肉 酱油姐已经回味 请求赶快撤退 虽然毛蛋哥喉咙都喊破了 可由于信号不太好 这金发姐听了半天也没明白怎么回事 特种科学军官冷淡是说 人类的到来啊 把这里正在沉睡的某种生物给搅回起 它们侵入人体 让人类抓狂然后自相残杀 正说着呢 被关在小黑屋的炮灰妹突然窜了出来 这金发姐也没客气 碰碰两枪就把炮灰妹给逼了 潜伏在炮灰妹体内的火星幽灵一看 宿主领了河饭 急忙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哥们一看监狱里的李大也挺符合自己的审美 于是便一头扎了进去 这个时候毛蛋哥带着三个 还没有被火星幽灵附身的哥们回到了基地 金发姐说 这三位漏网至于打哪来啊 鲁蛋哥说 那帮矿工被火星幽灵附身之后全疯了 自要是发现谁还没有便宜 就把谁弄了 幸亏我们哥仨机灵了 不然早就丢了命 金发姐说 此地不可久留 咱得赶快走 而就在这个时候 鲁蛋哥等人突然就掏出了枪 原来这鲁蛋哥居然是胡子哥的亲兄弟 不过双方僵持了没多久就握手夹合了 原因很简单 这个时候窝里斗对谁都没有好处 大家伙准备好武器刚来到门口 就遭到了便宜矿工的袭击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这场战斗我方不仅损兵折将 鲁蛋哥还被火星幽灵给上 就在大家伙惊魂未定的时候 李大爷眼瞅着要变异 冷淡是说 这种火星生物非常难搞 宿主一旦领了盒饭 他们就会随风飘散 附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两人聊着聊着金发姐才发现 原来这种火星生物 是冷淡吃给放出来 冷淡是说 当初我在卓克山开矿的时候 炸开了一条隧道 我这人好奇心比较重 加上手也欠 上去一摸就把火星生物给放出来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李大爷那边开始变异 平时话不多的龙套妹 没有丝毫的犹豫 一枪就把李大爷给逼 火星幽灵一看 李大爷领了盒饭 于是便挑兵挑将 把金发姐给上 几个人一看这情况 就把金发姐扔到了梦头 不过这金发姐显然是炼火气功了 急忙憋住屁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 硬生生把火星幽灵给逼了出去 胡子哥和毛蛋哥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都觉得这事太那么科幻了 金发姐说 对火星幽灵来说 咱就是入侵者 人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战斗 没毛病 正说着呢 变异的矿工开始发起祖宫了 对方人多势众 而且个个都不要命 硬拼肯定得吃亏 于是大家且战且退 终于顺利的逃了出去 几个人刚送了口气 金发姐突然说不行 咱也得回去 如果不把火星幽灵彻底的除掉 咱早晚都得让他给上 金发姐跟冷淡室商量之后 这一回去不要紧 这帮人马上就被 变异的矿工给包围了 在这场战斗中 除了金发姐和胡子哥逃了出去 其他人全都个儿子屁 很快随着核电站光灯一升 矿区那边干干净净 什么都剩 胡子哥说 我可不得跟你回去 青山不倒绿水长流 咱后会有期了 影片的最后 当金发姐正在养伤的时候 基地突然发出了警报 当这姐们刚贴上裤子 胡子哥就煞到 胡子哥说 相请不如偶掠 打完这一仗 咱俩兄弟们的蜜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这个宇宙很科幻 千万不要瞎求论 万一出了什么事 百分之百零和坏